宁清皇室第一任皇后都没有好结局 宁清五百余年的昆宁宫多不安宁 有明二七七年节 无论在南京皇宫昆宁宫 或是在北京皇宫昆宁宫 亦或是在其他宫殿生活过的第一任皇后 幽清二九六年节 无论是在新京 近辽宁省府顺市新兵满足自治县 刻图阿拉汉王宫 或是在盛京皇宫清宁宫 亦或是在北京皇宫昆宁宫生活过的第一任皇后 他们的命运并不都是像命里家所预言的那么富贵 也不像老百姓想象的那么幸福 明朝昆宁宫皇后的夫君 就是干清宫的十六位皇帝 他们是很不好记的 分作三段会好记一些 第一段 红武 建 文 永 乐 红夕 宣得五位皇帝 红武帝朱元璋的马皇后 宿州金安徽省宿州市人 驸马公不知名字 袁莫杀人 王命定远 摩扫王 马公将小女托付给友人郭子星抚养 朱元璋在郭子星布下 郭把这位养女许配给朱元璋 朱元璋称帝 这位夫人就成了马皇后 马皇后没有文化 受过苦难 经过战争 史称她仁慈有质见 好舒适 就是性仁慈 有智慧 肯思考 好读书 她陪着丈夫掌管六宫 朱元璋活了七十一岁 马皇后却五十一岁就死了 早于夫君过世二十年 并不可以 建文帝朱元的马皇后 先是做皇太孙妃 建文帝继承皇位后 被策离为皇后 静难之以南京陷落 马皇后葬身于火中 建文帝二十二岁登吉 在位四年 落难时才二十六岁 这时的马皇后 也只是二十多岁 做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是很可悲的 永乐帝朱棣的徐皇后 是大将军 中山王徐达的女儿 先是做燕王妃 燕王夺取皇位 登吉称帝 她也就成为徐皇后 但是 永乐帝迁都北京 建造北京紫禁城宫殿 这位徐皇后 在正位北京昆宁宫之前 四十六岁病死 后葬于北京十三陵的长陵 徐皇后聪明贤惠 很实大体 却死得过早 又没有正位北京昆宁宫 实在是可惜 红西帝朱高赤的张皇后 永成金河南商丘永成氏 人 早年封为燕王世子妃 燕王称帝后 特为太子妃 特为太子妃 很多公公永乐皇帝的喜欢和器重 太子朱高赤身体太胖 胖到体肥说不能骑射 永乐帝几次都想废掉太子 但因太子妃贤惠 而没有废掉原因之一 太子妃帮助太子减肥 主要办法是减善 就是少吃 太子朱高赤继位后 还是因为身体过胖 可能是三高 高血雅 高血纸 高血糖版 红西元年1425年4月 明史 人宗本记记载 东于清安殿 年四十有八 夫君实际上只做了八个月的皇帝 四十八岁就离开人家 张皇后盛年寡居 孤登长夜 实在悲苦 宣得地珠瞻基的胡皇后 山东几宁人 乌过被废 为什么被废呢 实书是这样回答的 实村贵妃有宠 后卫有子 又善病 胡皇后没有生子 身体常有病 怎么被废的呢 实书又记载 地领后上表辞位 乃退居长安宫 四号敬辞先师 儿侧贵妃为后 胡皇后写了辞职报告 废后想不开 石痒痒 长气气 后病死 藏金山西山 第二段 正统 景 太 陈化 孔治 正德五位皇帝 正统帝朱祁镇的前皇后 齐培菊 前一说 景太帝朱祁裕的汪皇后 顺天津北京诗人 因五帝已被废 这是怎么回事呢 景太帝的杭妃生 那个儿子叫朱建计 要立为太子 而要为原正统帝立的朱建身 汪皇后不同意 这就触犯了景太帝 废汪皇后 立杭皇后 明英宗复辟后 废后汪氏迁出皇宫 又被抄家 废后汪氏 心情抑郁 不久病死 以非礼 藏金山西山 成化帝朱建身的吴皇后 顺天津北京诗人 因成化帝宠爱比夫君大十七岁的万贵妃而生气 她不客气 也不留情 对万贵妃摘袭过 仗之 打狗看主人 打万贵妃怎能不看主人呢 成化帝大怒 赵妃吴皇后 洪志帝朱友唐的张皇后 兴计金河北省清陷境 人 虽住了皇后 但因夫君三十六岁死而年轻守寡 不能算作圆月人生 郑德帝诸后照得下皇后 遇上胡闹的夫君皇帝 且夫君三十一岁就死了 也是年轻寡居 后父下儒 为人尝厚 既已富贵 服食如不衣食 见者不止为外妻也 受到称赞 第三段 嘉靖 阿龙 庆 万历 太 昌 天启 五位皇帝 嘉靖帝诸后的陈皇后 凄惨悲剧 陈万言 宿皇后嘉靖 陈皇后父也 起家诸生 嘉靖元年寿 哄罗卿 改诸度同之 此地黄华房 明年赵复营帝于西安门外 费躺金数十万 公布上书赵皇 以西安门进大内 至地无过高 地怒 改迎善郎宅下狱 言关于等界 不行 寻封万言太和伯 此少祖寿上宝司成 又明年 万言起武清 东安的各千请 为庄田 照护不堪贤帝给之 帝竟已把白请给之 寻府流林 御使任洛妇言不宜夺民邸 福听 七年 皇后崩 万言一处 十四年足 子不得四逢 隆庆帝诸在的李皇后 昌平金北京市昌平区 人 虽然生了儿子 却四岁伤 自己又在扶军继位前死去 只活了二十几岁 皇后辉号是他死后追风的 万利帝诸义军的王皇后 于瑶金浙江省于瑶市人 碰上宠爱郑贵妃的夫君 也只能忍气吞声 外露笑颜 内心悲苦 而且没有生子 太昌帝诸常落的孤皇后 顺天津北京市人 在夫君继位前死 皇后辉号是追风的 天气帝诸由孝的张皇后 降伏金河南省开封市人 不仅没有生儿子 夫君二十三岁死去 自己也在李自成打进明皇宫后自杀 他的悲剧人生后门还要享受 以上三段 每段五位 一共是一十五位皇帝 集结第一任皇后 有人说 明朝是十六位皇帝 还缺一位啊 我说 是的 那一位也好记 崇祯上吊明朝完 崇祯帝诸由孝的周皇后 苏州金江苏省苏州市人 前面写过 被逼自已 更是悲剧 清朝十二位皇帝的第一任皇后 也都是悲剧结局 天命汉努尔哈士的皇后 耶赫纳拉士 二十九岁撇下丈夫 儿子死去 耶赫纳拉士病重前 想见母亲一面 当时建州部与耶赫部关系紧张 努尔哈士派人到耶赫部 请耶赫纳拉士的母亲 到建州看望女儿 但遭其兴纳林部路拒绝 耶赫纳拉士在思念母亲和疾病痛苦中离开人世 清太祖努尔哈士原非同家世 是楚英和戴善的生母 亲追是太祖孝辞高皇后的是耶赫纳拉士 所以本文依据清太祖高皇帝师路和青石搞 后妃传 去努尔哈士的第一任皇后 维耶赫纳拉士 崇德帝皇太吉的皇后 伯尔纪奇特士 虽然主长陆宫 清宁宫四位妃子中 两位是他的侄女 两位是迪布林丹汉的一双 但夫君五十二岁突然故去 自己圣年寡居 顺治帝福林的皇后 伯尔纪奇特士 虽立而会 却被废除 顺治八年1651年被策立为皇后 近两年就被废 趁年顺治帝十六岁虚岁 废后年龄轻十高 后妃传没有记载 她的年龄也不会太大了 康熙帝玄夜的皇后赫舍里士 祖父索尼史府政大臣 父亲达布拉是领事卫内大臣 叔父索尔图是大学士 但他生下儿子及废太子允当天死去 才二十二岁 雍正帝印的皇后乌拉拉拉是 雍正元年1723年特为皇后 雍正9年1731年就死去 赶龙帝红历的皇后复查是 赶龙十三年1748年随驾南巡 归途中 清高宗石路 记载 驾至德州登州 骇客 皇后崩 这里的登州 是已登州 还是要登州 记载有引笔 青史稿 后妃传则记载 后崩于德州州次 州次 是船里 还是船外 是州上 还是水中 记载很含糊 有书记载是跳水自杀的 皇后复查是死时才三十七岁 嘉庆帝眼的皇后喜塔腊氏 被测为皇后的第二年就死了 真是福分不够 而夫君比她多活了二十四年 道光帝宁的皇后纽护路氏 不到三十岁 还没当上皇后就死了 她死后才追封为皇后的 乾丰帝宜的皇后萨克达氏 刚被测为敌伏进才两年 还没有做皇后 大约不到二十岁就死了 乾丰帝继位后 被追封为皇后 同志帝宰的皇后阿鲁特氏 死得很惨 前文以书籍 也是不明不白的 光绪帝宰的皇后 也和那拉时 就是后来的龙玉太后 自大婚后就夫妻不合 后夫君被幽禁 光绪帝三十八岁死时 她才四十一岁 抚养一个三岁的小溥仪 做太后三年 亲自以至训为诏书 又过两年 就病死了 才四十六岁 宣统帝溥仪的皇后 过不罗时 实际上 溥仪这时不是皇帝 而是平民 他们更是路人皆知的爱情悲剧 政治悲剧